其實也是我們的獨家報導 看到總統蔡英文520卸任交棒 卸任之後辦公室也是有位了 根據瞭解就位在臺北市信義路的三段上 而目前辦公室已經裝潢完畢 未來除了是會成為英系成員重要聚集處之外 也會兼具國際智庫的性質 蔡總統將繼續呢 為臺灣發揮外交常財 為臺灣發聲 熱情向外賓線上擁抱 五二零正式交棒前最後一個工作天 總統蔡英文接見加拿大國會訪團 卸任後將繼續扛起辣台美招牌 拼外交 籌辦國際性智庫 未來就以這裡為據點 蔡總統位在信義路三段上的辦公室 目前大體裝潢完 以上市家具還有辦公用品 也以備妥就等卸任後進駐使用 蔡英文辦公室由民進黨前秘書長洪耀福 積極相助 負責參與幫忙的 還有總統府副秘書長黃崇燕 陸委會副主委詹智鴻等人 辦公室除了成為英系成員重要聚集地 更兼具國際智庫性質 扮演惡鬼外交替臺灣拓展國際舞臺 卸任的元首 那我相信在這上面沒有任何的一個 所謂的壓力或包袱 那也沒有一些必要上不必要的麻煩 他的長才是國際外交 那他的語言能力又非常強 他的退休後的邀約不是以元首身份的邀約 其實很多國家都來邀約 八年後換個地方蔡總統繼續在國際發揮影響力 除了卸任辦公室就位 匯集社會力的小英之友會將以過去北市長安東路 小英基金會辦公室為運作處所建立與民間對話窗口 對小英來說一個社會力的非常多好朋友們 也都在我們的小英之友會 這些好朋友們他當然也是會繼續來聯繫 如何來讓我們相關的意見可以來 讓不管是小英辦公室知道或是等等的 我覺得都是一個好的方向 對內維繫社會連結 對外協助臺灣發聲 交出國城鑰匙的蔡總統依舊嫌不下來 這下君晨晃新采訪報 Rogan 復古